识破今天,神源崛起。在古老的中土大陆上,星魂修者被视为天地间的神明,他们以神兽的灵魂作为修行的根基,踏上了通向力量顶峰的道路。在这个世界中,有寻常舞者、天才和绝顶天骄等不同层次的修者,他们各自以不同的神兽作为星魂,力求修行至巅峰,掌握神通,获得神力。 然而,在这轮星魂中,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,那就是主角的星魂,一块看似普通的丸石。这块丸石所蕴含的秘密将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革。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名叫李远的年轻修者,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修行家族。在他很小的时候,就被发现了这块神秘的丸石,但是却无法辨认他的来历和潜力。 李远自小聪慧过人,拥有坚韧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,他决心要证明自己的价值,成为一名杰出的修者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李远在修行的道路上越发坚定,他不断努力修炼,克服重重困难,逐渐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和实力。 然而,在他的修行过程中,玩时始终是一个谜团,让他感到困惑和无奈。 直到有一天,当他遭遇到一场生死危机,悬崖边缘之上,他的心境达到了一个极致,忽然间,那快玩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,化作一只巨大的神员,万古神员现世。 李远惊喜万分,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心魂,而且还是如此强大而神秘的存在。 从此,他踏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修行之路。 他修变化神通,炼火眼晶晶,持聚放神兵,身怀万象神员之力,势不可挡。 李远的崛起震撼了整个修行界,他不仅踩真龙,斩麒麟,灭青鸾,更是搅乱了万界,挑战天庭的统治。 他以自己的力量扭转了天地,成就了最强的心魂,成为了一代传奇。 然而,随着他的实力不断增长,他也吸引了无数敌人的注目和挑战,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冒险和战斗即将展开。 这就是一个关于普通青年如何在逆境中崛起,以玩时钟的万古神员之力,改变命运,挑战天命的故事。